我以後一定是會觀察 我觀察非常確定 這個人是可以的才會 王新田的緋聞男友姚元昊 日前出現在台北市安和路上 某攝影工作室看班女友王新田 不過新田小嘴嘴 因為事業性頗重喔 還在攝影棚忙著呢 可憐的緋聞男友 只能改與攝影團隊的人 在陽台閒聊打屁殺時間 唉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新田鑽口口具 為什麼還不下班 是說兩人緋聞都傳了四年 對外還是宣稱好朋友 更別說有進一步具體的行為 我不會因為戀愛泡泡很夢幻 所以就 我要生小孩這樣就可能 因為我看過太多周遭的人 是因為這樣 後來鬧得不可開交 然後不聊聊之 看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了 有的嗎 你身邊的人是有多不幸福 你就會一直被旁邊的人 恐嚇你女生現在這個年紀了 再不生就怎麼樣怎麼樣 但畢竟我前一陣子才動軟 對 所以我是有稍微比較放心 因為對我來說 生小孩 他一定是要 兩個人一起待物 所以我不會急這件事情 我也不會被任何人恐嚇我 因為年紀的關係恐嚇我 感覺我所有的經濟條件 跟對方經濟條件 然後跟心智上面成熟 確定有時間多出來養一個小孩 而不會抱怨的時候 可是你 因為你我覺得自己比較好找的 但是你當對方 你可能不一定會 所以是不是 當然當然 我也是會在旁邊觀察 現在越來越聰明了 我覺得婚姻失敗 對女生來說 影響真的還是比男生大 尤其是女孩子生了小孩之後 你會更 就是更要 覺得我有小孩就好 其他什麼都沒關係 我很怕我以後也變這樣 那 但一定會變這樣 因為那個是天性 但我要在發生這件事情之前 做盡量的避免 會發生這個最壞的狀況 所以就是要更長 所以就謹慎 對不對 謹慎再謹慎 唉 不知道耶 我現在就是目前現在 就是工作上真的有點忙 其實時間就跟乳溝一樣 擠一擠就有了 導師謠原浩歷經了隨堂 和王欽玲兩段失敗的感情 而變得傷痕累累 現在盡可能的低調再低調 連一點非文情侶的同框畫面 都不想被狗仔哥哥捕捉到 所以當他發現盡頭後 果斷回家不玩了 呃好呦 那大家一起不錄了不錄了啦 娛樂道新聞 讓我們輔導一晨晚安 報道 到封面前 Truett 我們下翔 撤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